业业余嫩,与你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黑暗戏动画片《黑色推销员》 三黑大叔是一位神秘的推销员 他推销的不是普通的产品,而是人心 当你遇见三黑大叔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内心的欲望 不然就会被他制裁,变装男 36岁的纯姨拥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 她的妻子和女儿每天都会站在门口欢送纯姨去上班 而纯姨暗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那就是纯姨特别喜欢购买一些不正经的小杂志 就在纯姨专心致志阅读杂志的时候 三黑大叔悄悄地出现在他身后 三黑大叔觉得纯姨这人很有意思 于是决定先跟踪他几天 下班后,同时问纯姨要不要去喝一杯 纯姨表示要回家陪妻女就不去了 同时不禁感叹,纯姨真是一个老实人 成天梯回家的时候,纯姨又拿出了不正经的小杂志 纯姨觉得只有看这种杂志,这一天才过得充实 第二天早上,三黑大叔又开始跟踪纯姨 纯姨和往常一样,购买了一本不正经的春秋周刊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三黑大叔看出了纯姨心中的欲望 于是主动搭上了纯姨 而纯姨觉得三黑大叔不是什么好人,急忙离开了 晚上下班的时候,三黑大叔又找到了纯姨 见纯姨不愿意和自己交谈 于是三黑大叔抢走了纯姨的包 并把纯姨骗到了酒吧 三黑大叔笑着说,我是一名推销员,不是什么坏人 你的秘密已经被我发现了 你表面看起来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但你内心深处,却渴望着刺激和冒险 然而你又没有勇气去行动是不是 所以你才会在电车上偷偷阅读那些不正经的周刊 来寻求一种最安全的刺激 纯姨觉得很丢人,自己的心思全被三黑大叔看穿了 就在纯姨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 三黑大叔笑着说,你想来点真正的刺激吗 同时可以保证你绝对安全 在三黑大叔连番轰炸下,纯姨最后妥协了 并购买了一份变身套装 套装包含一套衣服,一个假发和一副墨金 只要换上这个套装,没人会认出纯姨 包括纯姨的妻子 这样的话,纯姨就可以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情 这天下班,纯姨换好衣服,便来到同事们常去的路边摊,点了一杯烧酒 纯姨很开心,第一次在这里喝酒 随后,纯姨借着酒精,吓跑了一对小情侣和一位小伙子 纯姨觉得还不过瘾 于是又来到夜店,并找了两位漂亮的小姐姐 自从有了变身套装后,纯姨就不需要买那种不正经的周刊了 而且纯姨还学会了撒谎 她对妻子说,最近公司很忙要加班,所以回家的时间不确定 晚上,纯姨遇见了桑黑大叔 桑黑大叔问纯姨,最近过得怎么样 纯姨表示,太好玩了,就像自己获得新生一样 每天晚上都过得非常精彩 桑黑大叔笑着说,毕竟你现在只拥有一种身份 所以生活还是很单调的 你想拥有两种不同的身份吗 这样的话就更刺激了 两种不同的身份,也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 纯姨觉得不错,立刻就同意了 说完,桑黑大叔伸出手指给纯姨安排了 随后,纯姨拿着桑黑给的地址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推开门一瞧,纯姨吓傻了 居然是一个胖女人和四个孩子 今天爸爸回来了,四个孩子立刻就围了上来 而另一边,纯姨的妻子和女儿正在门口苦苦等待着纯姨下班归来 但纯姨被一个胖女人和四个孩子团团围住了 看样子是很难回来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与你简优,下次再见